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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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清過的 星辰 如亡 望不穿 旅中的她 這陰深 月光光 能否改她 傷的 心 回家 願做她 掌聲的 明珠 獻上我 純真的 祝福 回憶中的 路 開滿 花束 綻放 半世的 光束 願做她 掌聲的 明珠 獻上我 純真的 祝福 明月 將 我心 寫起 筆霧 留下 無悔的 祈福 願做她 掌聲的 明珠 獻上我 純真的 祝福 回憶中的 路 開滿 花圖 綻放 半世的 光束 綻放 半世的 光束 綻放 半世的 光束 奴才 自有在明珠谷生活 同朱慈萱 李懿歡這些 反子一同長大 多少是有些情意的 但是這些情意 跟奴才所背負的 國家大義來說 根本不值一提 很好 你不必擔心 太像沒事了 這 就是那罪者 你放心吧 朕絕不會放過 傷害怡歡的凶手 好 我放心了 玄奕 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 反正 我也和一個死人 沒什麼區別了 我 還有一件事求你 說吧 朕一定會幫你做到 禮貌 我被你會賺到 你的名字 我認為她是個名字 給你 她說是她的 她們的名字 她們非常需要 她們的名字 她們很快 她們的名字 那她們送給她們 她們的名字 不过 既然她最终选择的人是你 我又何必让她难过 让她究竟 你现在明白了 我不仅才知不属于你 我对一幻的爱 更原生于你 怎么样 她已经内力全无 变成一个废人了 宣太医 武兵最好的上扬 保住她的心里 这 这朱慈萱 曾舍命救这李玉欢 那是他们自己的情分 可不是看见你皇上 皇上的恩情上 与公与私 与情与礼 他们都是皇上 不共戴天的敌人呢 皇上 你却心软了 皇祖母 孙儿不是心软 孙儿就是觉得吧 眼下朱慈萱 已经是一个废人 这杀与不杀 都已经无碍大局了 我们可以像捐进敖外一样 把她给捐进起来 只要她不死 这朱明联盟的人 就不敢轻举妄斗 也就不会轻易闹事了呀 哀家跟皇上想得不同 她是前明最后一个太子 只要她还活着 哪怕是她是一个废人 那她也是这 返京联盟的一面旗帜 只有杀了她 彻底断了那些乱党分子的念想 方是上策 皇上 你是人人之心 菩萨心肠 你是担心哪 杀了朱慈萱 这李懿欢会跟你翻脸 那这个恶人 就由哀家来做吧 皇祖母 皇上 别的事 哀家都可以任由皇上 慎公独裁 连你要把这李懿 留在永乐斋 哀家都随你 但你要知道 这已是哀家的最后的底线 再过六日 必须把这朱慈萱押往菜市口 明正殿情 永绝后患 皇上 这朱慈萱要是死了 只怕一欢姑娘 永远都不会原谅皇上 朕现在也正为这个烦恼 老龙戏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倒是有一个 不过请皇上体恤奴才 千万别说这个办法是奴才说的 要是太皇太后知道了 饶不了奴才 你放心吧 朕身边也没几个会办事 能办事的人才 再说了 从小就是你伺候朕长大 没了你 朕也会不习惯 多谢皇上体恤 其实奴才这个办法 挺简单的 四个字 礼带逃江 您还是把药喝了吧 否则皇上会砍了奴婢的头的 是啊 您快喝了吧 皇上又不是暴君 怎么可能动不动去砍人头啊 没事没事拿下去吧 婚儿 这句话说得好 朕喜欢听 皇上奇效 把药给我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婚儿 来吧 我都说了 我已经好了 你别再给我喝这些 苦了吧唧的东西了行吗 你要是想知道你朱哥哥的消息 那就把这碗药给喝了 我 我 你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也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太皇太后不肯赦免朱子轩 那 那你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对不对龙小弟 你看 我都没有骗你 你也不会骗我的是吧 朕是不会骗你 但是朕不能明着和太皇太后 还有一帮 知识太皇太后的文武大臣们对着看 所以呢 朕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找一个死囚 易容成朱子轩 把他送到菜市口 明正典型 这样的话 朕就可以塞住太皇太后 还有仲臣的口 朕在暗中找个机会 把真的朱子轩给放了 谢谢你龙小婷 你果然是言而有信的好皇帝 娘 你先别急着 给朕带糕买 朕这么做 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一辈子都在这宫里 永远待着朕 其实 我之前都已经想好了 如果你真的能放得住瓜瓜 那我就留在宫里陪你一辈子 不过 我只能做你的红颜知己 不能做你的嫔妃 不是 那怎么行呢 那 那朕每日放一盘烤鸭在你面前 只许你看 不许你吃 那 那算什么呀 农小弟 我心里怎么想的 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对你是情爱 对朱哥哥是情义 我对你有愧疚 同时对朱哥哥也有愧疚 我心里放不下你 但是 又不能太对不起朱哥哥 如果你觉得不公平 那好 从此以后 我不再吃美食 不再吃烤鸭 你每日 只需要给我一些青粥小菜 不让我饿死便足以来 所以你不再吃烤鸭 也不能太傻 你会有酒 你会有酒 他没什么 为什么还给他带着廖铐 还不赶紧去 喳 喳 宣义 反正我明日就要上刑场了 你要何必如此 朱子萱 你我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又是清敌 但你我二人 也算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尤其是你救了易欢 朕的心里很是感激 我救易欢 是我跟易欢的情分 与你无关 不过你别忘了 你承诺过我 要找出那个暗酸易欢的人 杀了他 被易欢除掉后患 那个人朕已经查出来了 但是朕 现在还不变对地动手 你自取天赐 他言而不信 那个人就和阿比奇和龙德多他们一样 朕早晚出职 但是不能操之过气 朕得先解决你们诸名联盟 平定三番收复台湾 朕才能腾出少类之内 朱四轩 你也曾从小学习为君之道 你应该能理解朕的策略 雪衣 朕 你觉得 我还会相信你吗 你不相信朕 朕的心里很是遗憾 但假以时日 朕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什么才是帝王之心意 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去证明给易欢看吧 别让她对你太失望 谁说你等不到那一天 朕已经答应易欢了 今夜就放你出宫了 所以朕此次前来 算是提前为您送个行吗 你要放了 若是没有你这样的敌人 来见证朕的文质武功 那朕为敌的乐趣 岂不是要大打折扣 但是朕也有一个条件 我说过 如果你是来劝祥的 那就免开尊口吧 朱慈萱的朱慈萱 你说朕不了解 现在看来 你也不了解朕吗 朕知道 朕放你归去后 犹如放虎归山 虽然你的武功尽失 但以你特殊的身份和才智 你仍然会带领朱鸣联盟 成为朕的心腹大患 但是朕并不是要把你们这些反党斩尽杀绝 朕也要你们心悦诚服的臣服于朕 诸葛亮尚能七秦七方蒙火 朕堂堂天子 难道还比不上诸葛丞相 这一次 的确是我小看你了 你应该还有别的条件吧 朕放你规去之后 从此要么你亡命天涯 要么你臣服于朕 但是不论哪种结果 你都没有资格再与朕争抢义欢 义欢 虽然已答应留在宫里陪伴着朕 但是因为她心里 怀着对你的一丝愧疚 不肯做朕的女人 朕需要你帮帮朕 朕我可帮不了你 义欢虽然任性单纯 却有自己的原则 就行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她放弃 对你的爱与信任 你也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她放弃 对我的情意与尊重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你别担心了吗 人更爱已婚吗 既然你都不想让她知道 是你牺牲自己救了她 既然你都不想让她为难与纠结 那你为何不做得彻底一点 既然你都知道你们今生再无可能 那你为何还要在她心中 抢占一心之地 朱四宣 朕和你不一样 朕是天子 无论是江山还是美人 朕都无法与任何人一起分享 如果义欢她不全心全意地对朕 那朕还怎么全心全意地对她 朕后宫就犹如朝堂 那危机四伏之地 你让朕杀了暗算义欢的那个人 就真的为她免除了所有的后患 你错了 唯有朕的真心 才是对义欢最好的护身符 我 威儿 人你也亲眼见到了 也该放心了吧 龙小弟 能不能让我单独跟我的猪哥哥 说几句话呀 好 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 赶快送他离开紫禁城 不然的话恐怕夜长懵睹 我知道了 去吧 你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脸色也苍白了 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 我没事 我很好 夜师弟虽然抓了我 但毕竟是兄弟异常 一直在暗中照顾 可是为什么感觉 你跟之前不一样了 你的眼神 跟以前比完全没有了神采 我刚从牢里放出来 病也才刚好 自然会憔悴一点 等出宫以后 让三师傅帮我调理一下 自然会好起来的 朱哥哥 对不起啊 都是以为我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可能被抓起来 爷哥哥也不可能会暗生 的确是你害了我 我没想到 我们十多年的青梅竹马 竟然抵不过我 你跟康熙 大半年的朝夕相处 不过这样也好 我总算明白了 谁 才是真正值得我去爱的人 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先走了 卿尘还在外面等着我呢 卿姐姐 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没听懂 有些喜事 忘了告诉你了 那夜你跟康熙走后 是青城找到了我 救了我 我跟青城 已经成亲了 你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此事有关青城的名解 我怎能开玩笑呢 白天 其实 以前我之所以对你好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从小就有了婚约 我只能对你好 哪怕我觉得 青城才貌双全 温柔体贴 更让我心动 我也只能把这份感情 放在心里 从来没有说破� kaik 直到那天晚上 你在婚礼上逃了婚 这反倒 给了我和卿城 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和卿城 都很感谢你 朱哥哥 我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件事我居然不知道 但是朱哥哥 我真心替你跟薛姐姐高兴 真的 真的不容易 真的 真的 我真心祝福你 永远幸福 早上贵子 好 我也祝你跟康熙 永远幸福 白头谢了 婚妹 你不妨跟卿城比一比 看谁生的孩子多 谁 才是一个称职的娘亲 这个朱慈轩 倒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 可惜啊 如果她不是 著名王朝的太子 那朕一定会和她 成为兴兴相惜的知己的 皇上肯三放朱慈轩 并称赞她的为人 锦于这份胸怀 就已经不愧为 省明天子了 这个朱慈轩 虽然才德兼备 也算是人中俊杰 只可惜 她不识大事 不知辩通 又怎么能跟皇上 相提并论呢 你这话 倒是说得很合朕的心意 也是 一个人再有才 那也得识大事 知辩通 否则 终究是一个 项羽之流的悲情豪杰 托让后人传场 于兮于心 徒乃我何 朱哥哥 你别看龙小弟后宫家历三妾 但是真正爱他的没有几个人 所以我想陪着他 监督他 让他做一个好皇帝 但是 嫔妃 我可能做不了 为什么 我和卿城成了亲 卿城才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妃 光复大明的任务 就是我和卿城的责任 跟你没关系了 我和卿城成了亲 有爹跟师父们 所以 傻丫头 女儿不是儿子 只有儿子才有资格继承服役 嫁出去的女儿 就像是泼出去的水 你不必太在意 你爹还有师父们的态度 更何况 他们知道我和卿城成了亲 你爹他们 也不会再逼你了 别再为难自己了 只有你过得好了 我跟卿城才能过得好 不然 我们夫妇会觉得愧疚的 说什么呢 朱哥哥 你们从来没有愧对过我 都是我在愧对你们 你还不知道我 我每天会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 你不用担心我 那就好 那我们 就自比过 各自珍重吧 你 你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朱哥哥 朱哥哥 你怎么了 朱哥哥 我没事 不行 这样 我得跟龙小弟说一声 找一辆马车送你出宫 不用了 等出了宫 卿城会照顾我 那我也得亲自把你 交到雪姐姐手上 我才放心 而且 我还没有当面 祝福他呢 等一下啊 龙小弟 你都听到了 朱哥哥跟雪姐姐 他们已经成亲了 所以 我决定了 我可以做你的女人 真的 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好 你说 第一个条件 我相信你是个好皇帝 但是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服我爹跟师父们 不要光复大明 但若有一天他们败了 请你手下留情 不要赶尽杀局 放他们一马 可以吗 好 朕答应你 第二 如果你答应我都做不到 比如 整顿励志废除特权 圈地等恶政 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那那时候你就不是个好皇帝 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 你不许阻拦我 这也答应 第三 虽然朱哥哥 主动跟我解除了婚约 但是 我不能无父无掌 我必须回去 告辑祖宗 给我父亲 还有师父们一个交代 等到时候 再堂堂正正地回来嫁给你 可是你这一走 要是不回来怎么办 你难道就这么信不过我吗 朕不是不相信 朕是不相信你爹 还有你那帮顽固的师父 虎毒不食子 你放心吧 我知道我这次回去 他们未必会同意 但他们最多 也是把我赶出明主国 他们不会对我做什么的 你就让我回去吧 如果我不回去 跟他们说清楚的话 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个卡 既然朱哥哥你都敢放 为什么不敢放我 已经决定赌了 何不赌一把大的 好 那朕就跟你赌一把大的 你拿着这面令牌 下次进宫见朕的时候 就不会有人阻拦了 农小弟 我一定会回来的 记得我们的约定 互相信任 互相复制 永不相依 永不相害 我走了 走吧 朱哥哥 走吧 你说义欢还会会 皇上 你奴才对义欢的了解 他一定会回来的 朕又是在一场荷宝 朕又是在宫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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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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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小弟 你心里好慌 轻过的星辰如麻 望不穿梦中的她 这一生月光花 能否带她 上的心归佳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簇 这方版式的光束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簇 绽放版式的光束 什么 皇上霸巢了 是啊 太皇太后 已经三日了 自从皇上清政以来 还从未如此荒废过朝政 这三日皇上不仅不上朝 还把自己关在乾卿宫中 谁也不许进去 谁也不肯见 想不到 哀家最担心之事 还是发生了 哀家 доб耀了 我的心 妈 北京 大神 后来 我 我 我 反覆练 学义 咱们祖孙二人有三天美煎了 你还好吗 皇上 能不能开开门 咱们祖孙俩说说话 既然你不开门 那就隔着门 说两句可以吗 军义 你现在这个样子 让祖母不得不想起 你那皇爷 荆堂那是崇德六年九月十三日 你皇爷爷 镇守嵩山哪 只会八起子弟一血奋战哪 不料忽得听闻 哀家的姐姐 亥兰朱病倒了 她竟然不顾一切 不顾一切 要反击 这一路上不休不眠哪 真是日夜兼程啊 终于在第五日 她终于赶到了京城 可是却没有见到海兰朱 她心情大痛啊 又是不失不眠哪 我迷不醒啊 虽然被太医救起 可是她严谊混乱 形同风雨殿 就这样 不久 抛下了祖母 和你那可怜的 六岁的阿婆 一走了之 你听得明白啊 雪爷啊 那还是大清出帝的时候 朝野上下呀 是危己四伏 祖母 为了你的皇阿玛 为了大清朝我 耗尽了我的权力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把你的皇阿玛 杨大承认 又扶上了龙椅 可是她 又像你的皇爷爷 为了一个洞恶妃 一言难尽哪 祖母说不下去了 她仅仅二十四岁啊 又抛下了祖母 和 和 不到八岁的你 一走了之 皇祖母 青年丧富 中年丧子 你说 我苦不苦啊 尽管这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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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漫腔热衬的 为了你 为了大清朝我 用心把你养大了 雪爷啊 你已经亲政了 这龙椅已经坐稳了 可是你 你 你 你为什么 还要捕他们的后臣呢 方祖母知道 爱心坠落家族的男人们 是有情有义 可是 太痴情了 你要知道你是一国之君啊 你 你要为你的臣民 为了你的大清朝去着想啊 皇上 皇上 你如今 连个子嗣都没有 难道 从今往后 我们祖孙两个 让后人去妥骂 我们作为千秋罪人吗 皇上 请开门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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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爷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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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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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两岸》 时光最轻芳可谈 一生的缘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鲜风雨滋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月掌心情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愿 心中细流 一生的缘统 会远方清却 回首一生 回首一生 路满满 铁铁月掌心情圈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欢颜 离岁月掌心情圈 恶 时光 感谢观看